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云报道 一人临心如雨或建华结婚近一年 虽然心少晒恩爱 但凡是一起公开露面 都能被拍到恩爱的画面 没想到 大陆狗仔宋祖德22日惊爆两人 并没有领结婚证 只能算非法同居 更发下狂语 如果有说错的话 欢迎立即起诉 转载不用负责 有我负权责 宋祖德在微博爆料 据身旁的工作人员调查后 指指灵心如未婚怀孕 用孩子来逼或建华领结婚证 南方无奈之下答应举办隆重婚礼来掩人耳目 表示这两人至今仍未正式领证 婚礼再隆重也代替不了合法的登记 但也有粉丝出面护行 台湾并没有结婚证 只要有到护证事务所登记 即可算是正式成为夫妻 不仅如此 宋祖德还大赞获建华 这是明智之举 认为那张纸对于相爱的人而言不是很重要 因为许多欧美明星都是世空三年 在领证 霍建华不但帅气 智商 情商还特别高 学习欧美明星大腕的做法 临心如纵拿孩子逼婚 霍建华连一纸婚约都不给 知情人报今天秘密临心 如与霍建华结婚近一年 虽鲜少在秀恩爱 但只要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 霍建华对林心如也是呵护有加 恩爱有偿 5月22日 大嘴宋祖德爆料霍建华林心如 其实是假结婚 直指林心如未婚先孕 并且以肚子里的孩子 逼会霍建华领证 霍建华十分为难 于是答应举办一场隆重的婚礼来掩人耳目 并且称对于霍建华来说 这是明智的选择 更发下狂语 如有说错 欢迎立即起诉 转载不用负责 由我负全责 随后宋祖德自称是霍建华的铁粉 也是林心如的粉丝 经过一连串缜密调查 却没有发现霍建华和林心如登记结婚证的记录 没有正式领证的婚姻 只能算非法同居 昏迷在隆重也替代不了合法的登记 说到这里 不得不追溯几个月前临过大婚 当时流出的照片里 大家看到 本应该是面拜幸福秀 容的新郎或建华 从头到尾都面无表情 毫无笑意 新郎如此心不甘情不愿 是不是并非真爱 或者是为了作秀完成婚礼 事实上 林心如在婚后就惨遭破建华的粉丝怒骂逼婚 被指称威胁逼迫男方结婚 留言一个比一个狠毒 不过 反观宋祖德的爆料 张口就来 毫无根据 非常有借过建华林心如炒作的嫌疑 网友纷纷不买仗 喊话宋祖德 还是把之前答应谢霆锋的事吃了 再来爆料吧 对此 原方你怎么看爱搞事的金星 这次当面点赞公林娜 指引她对了王妃 最近 日常搞事的金星又出来闹了 不过这一次 金星还拉了一个帮手 前段时间 公林娜在与金星参加同一节目时 又被金星问起批评王妃的事情 金星甚至连连称赞公林娜 姐们 你太牛了 上次对王妃对得太好了 虽然王妃远离娱乐圈 偶尝开一下高价的演唱会 但也不至于这么躺枪啊 而关于公林娜对王妃的事情 则还是和去年年底 王妃那场久违的演唱会有关 王妃那场演唱会的动静很大 回为四年在上海再开个唱 并且是只开这唯一的一场 因此定价也很高 天后唯一的演唱会 据说开票30秒就被秒杀 之后甚至被黄牛炒到了60万元的天下 因为这个被炒上天的票价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天下票的风波一直延续到演唱会开始前 不过王妃的演唱会还是蛮实在的 整场128分钟不停歇的演唱会 连续唱了35首歌 除了换装 简直戏自如今 现场更是座无虚席 来了近半个娱乐圈的知名大咖 刘嘉玲 纳英 刘文 马天宇 连马云爸爸也去了 可是这次演唱会 却被网友评为2017年开年第一车祸 王妃忘词 走音 跑条频发 一时间网上关于王妃 唱功的问题议论纷纷 龚琳娜也就在这个时候对上了王妃 她发微博称 昨晚看了这个 我很难过 音色丢了 气息没了 音种走了 唱歌好不好约过去 的成绩无关 与今天的感冒无关 与是不是坚持不信的专注和努力有关 龚琳娜的这番话 激起了千层浪 有网友认为她敢说敢对 有网友却觉得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 后来 龚琳娜的先生也发文称 王妃已经不是一个艺术家了 所以我自然不会用艺术家的标准来评判她 如果用艺术家的标准来衡量 那就只能说她简直是太差了 王妃只不过是想要利用自己的 名声赚钱罢了 后来 龚琳娜上节目时 也说明了自己这么做的原因 这次清兴拉扇龚琳娜 也是因为在去年网 非演唱会计划出来之后 金兴就已经对过她了 清兴在自己节目中直接表态 这门票价格都不值得一曲 更别提普通歌迷了 还称之所以会出现天价门票 是因为主办方在玩大家都玩滥了的饥饿营销 金兴个人也是提出了自己对于买票的观点 认为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哀 谁也管不着 弹速她的 建议是 如果是学生和普通上班族 还是别去凑这个热闹吧 这门票真不便宜 不过金兴没引来王菲的回应 倒是得到了王菲造型式的率先回应 从语气来说 表辈们应该还是可以体会到造型式的不满 当然王菲演唱会这件事 可能还是因为王菲很久才开演唱会 而所有人又对他要求期待太高 自然 争议就多了 而金兴在节目里面提王菲 也不是第一次了 在酒之前 金兴在金兴秀中聊了谷 那个狗仔发展提到了当年天后王菲产李烟 全国各地狗仔聚齐 北京偷拍王菲的盛况 当时光狗仔就有一百多个人 三十多辆车 并且有香港媒体开出五十万买一张王 非产后独家照的天下 甚至李亚鹏为了防偷拍 更是斥资请了三十多个保安 把王菲的病房包围的水泄布 通 即使如此还是没能阻止 产子照的泄露 只不过 八爷就有些疑问 金兴以前不是夸过王菲吗 2015年金兴做客令 一段访谈节目的时候 在聊到女人话题时 对中国几个一线女星进行了点评 对于王菲 金兴丝毫不吝啬在美之词 王菲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说话 女王范儿 然而 当时表辈们都知道王菲在和谢亭风热恋 不怕事的金兴就又提到王菲 最有魅力是跟斗维在一起 眼睛冒灵光 通过斗维点播 王菲一下明白了 光芒万丈 可能君老师的脑回路 不是我等凡人可以轻易理解的了吧 我等待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